鏟頭抑鬱媽媽,捏死半歲女 來到世界只有六個月的中絲瓦 竟然被媽媽親手奪去小生命 媽媽就埋怨媳婦不肯吃藥,搞得出事 她跟我兒子結婚,在深圳朋友介紹 不知道為何找到這樣的人 兩人我都沒有嫌棄她 只有慢慢改進她 我十點鐘出門口,點多鐘要做迷你治療 下午一點多,警察在葵青回船處找到她 知道她殺死了女兒 小詩雅做狗巴車長的爸爸 事後由警車接到醫院 當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一念忘言 姑娘的臉都不來吃,這麼懶 我都叫她老公不要中她這樣 不是說要罵要打她的問題 在香港出生的詩雅 和父母、媽媽和智障姑娘 住在葵中石禮 她34歲的內地媽媽 已經涉嫌謀殺被拘捕 這名女子,據我們所知 是一個雙情症 來了香港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相對她會不會和產後抑鬱症有關 我們現在是和她的醫院報告去調查 警方指引女嬰條頸有傷痕 今天會驗屍確定死因 精神科醫生就懷疑 而胸不僅是患上產後抑鬱症 產後抑鬱症 並不會傷害自己的嬰兒 即是很嚴重的 視覺失調的現象 即是說她會很猛 很飽 有時候有這個網上 她說斯亞爸爸受多重打擊 除了要背負養家重疊 還要照顧患病的媽媽和智障妹妹 現在女死妻被捕,處境更加艱難 很難聽 靜心 感到病気 還有之外 是你在小家放生 大學生 美人